国内疫情升温 居家隔离者竟然还跑到金门去玩 甚至把手机关机 现在被重罚 日前有一对曾经跟确诊者接触过的夫妻 居家隔离期间参加旅行团到金门旅游 却故意不接电话还关机 甚至妨碍疫调 县府接获通报之后 花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到各大旅馆跟民宿才终于找到人 幸好经过裁剪 两个人都是阴性 但县府认为他们隐匿情势 将这对夫妻党从中财罚 共罚了60万 金门县府派员到民宿和卖场鸡查 只见店员戴上口罩 拿酒精喷洒结账柜台消毒 会这么慎重 全是因为日前有一对居家隔离的夫妻 曾跑来金门旅游 那这个中间厚度非常的起责 当事人的话 速度有时候关机 有时候不接电话 不过到当晚的凌晨 大概两点钟 我们最后也把当事人行获 然后也确定他是有跟确诊者接触 10号的时候 有两名被匡列的居家隔离夫妻党 偷偷跟团跑来金门旅游 甚至还故意拒接电话 关机搞失联 妨碍异调 11号县府接货通知 派出大量人力寻找这对夫妻 找遍了旅馆和民宿 终于寻货 幸好裁剪后都是阴性 卫生局评估这对夫妻党有恶意隐匿情势 两人从中财罚总共60万元 至于同团团员也在相关单位的安排下 12号上午返台 曾经到访过的地方也会进行消毒作业 由于疫情升温 金门县府也拉高防疫措施 未来两周内在5月25号之前 暂停非必要赴台公务 不让疫情雪上加霜 记者汪明雅金门报道